20万的人才就整个秋千 请问这门是给谁走的 我们还要光 把次货砸掉改成衣帽间 好任性的95后 100平的房子 到处都是脑洞设计 居然还出奇的好用 一起去看看 哈喽 七仔 你怎么回家 哇 好少女啊 还有一只超大的兔子 她是我的流量密码 你还在这个位置 做了双层镂困鞋架 看一下里面 哇 好多鞋啊 每一层都加了 等大家看上去就好像去购物一样 你还做了整墙的洞洞板 对 然后表香味预留了位置 方便师傅来维修 这一块就是我的洗衣房 特地做了一个推蜡的玻璃门 这样的话阳光也可以透过来 宣布会黑 这里就是我的一个烘干区了 收纳还是蛮多的 这里做了一个收纳抽屉 把那个脏液来放在这里 打开就可以直接洗衣服 就不用弯腰了 然后我把洗衣液藏在这里 直接推出来 然后打开它按 哇 好方便耶 旁边也是你的洗衣机 对 这是我的贴身衣服的洗衣机 可以抽拉出来的 因为其实很多内衣洗衣机 它都是翻盖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 打开就不会停到这个柜子 然后平时一些小件的东西 就可以挂在这上面 它是个八爪移与指甲 出来这边就是我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你的遥控器全部都上墙 对 因为我老师丢上垃圾 我就干脆把它们就贴墙上 这样方便我找 挺好的 这个适合拉拟 你的锅具都这么粉嫩 虽然我不做饭 但是我的锅具又好看 压韵了 平时我一般都会在这个岛台这里备菜 个人的话我就把 我端到这边了 我就可以吃饭了 就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一个习惯 而且还少洗了一个碗 哇 你这么大个洋台 只做一阵鞦韆啊 真的好任性啊 忍不住就玩去来了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解爱 我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这个也是我一个解爱的一个方式 真的是有钱可以为所欲为 然后这边我也放了非常多的玩偶 虽然我爸妈妈会经常说我 那么多东西很乱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妈妈就 就 点楼 然后这就是我的时空走廊 哇 好美啊 我是做了预埋灯线的 晚上的时候人手里就会亮 因为这样子就不怕坏东西对着我了 亮了 你这个卫生间的门真的好好看 它是一个法式琉璃门 上面的图案都是我DIY的 我还养了一只小狗狗 我也把DIY上去了 还有一个粉色的浴室 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哇 好清新啊 然后这里是我的一个洗手池 这个它是有三种水平模式的 反过来的话就可以用来洗刘海 刚好这里我还踢了一个 吹风机支架 因为我是长头发嘛 特别麻烦 就可以站着边玩手机边护肤 那你们卫生间的隔断呢 我的隔断是用这个折笛门隔断的 就平时要用的话就可以把它拉开来 然后你平时不用的话就可以把它收回去 然后它也不占空间嘛 然后也显得整个浴室特别的大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健身房 请进 啊 其实我们应该走这里啦 这个是给小朋友的 你不是还诞生吗 以后的以后吧 因为有宅宅过后可以给他一个仪式感 这就是我朋友次我改造的一个健身房 其实亲戚也很少来这里 然后我就干脆把它弄成一个健身房 方便我自己在这里运动 它也是一个客房 因为这个是一个折叠床 拉下来就是客人啊 起起来也可以在这里住 这边进去就是我的主卧啦 终于贯到公主的主卧了 天哪这么大 你是打通了一间房吗 对我把次卧砸了 然后当成了衣帽间 然后刚好连通起来 还有一整面的包包墙 包子百病嘛 虽然不是很贵 但是也给他们放一个家 其他的首饰厨 我把它放在了这个衣柜里面 然后我的首饰 墨镜呀 或者说一些夹子 整理就摆在这里 搭配一下衣服 这样子就能拿 很方便 你这个梳妆台应该是飘窗改的吧 不会打脚吗 不会 对我特地让师母做的偷拉的 然后你的膝盖就不会顶脚 这个很好 而且收纳都在旁边 如果要用的话 可以直接抽出来 压榨每一寸空间嘛 我还在主卫旁边这里 放了一个开放式的衣柜 然后平时的睡衣 还有搭配好的衣服 都可以挂在这里 平时上班的话 直接拿着穿了 然后就可以去上班了 好